我万万没想到,豆角类打入一个鸡蛋,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首先,准备一捆五抹钱一斤的苍豆角 加入清水,多清洗几遍,清洗干净 我们这里把苍豆角叫绿龙,你们那里叫什么?评论区告诉我呗 切好的苍豆角,打入一个公鸡蛋 再加入一勺食盐,喝一勺十三香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着再加入一勺玉米面,喝一勺面粉 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让每个豆角都均匀的粘上面粉 接着把豆角撒入笼屉,上汽以后蒸上十分钟 盖盖以后上汽蒸上十分钟 蒸豆角的时候,强要记住加点玉米面 这样整出豆角不粘连,营养价值还高 视频刚到这儿,老弟又出来捞脸了 老弟每天分享一道在家简单一多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点个小爱心和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老弟谢谢您了 老弟在这里祝您,多争奸少成器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在碗中放入一勺蒜末和一勺辣椒面 再加入一勺小葱花和一勺白芝麻 热花椒油激发出色的香味 接着加入半勺陈醋和半勺生抽酱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角也就整好了 放凉以后放入料汁 用我们神奇可爱的小手超拌均匀 这以后家里有吃不完的豆角 你像我这样做,酸辣爽口 特别的好吃 关键是做法简单,营养还健康 这最后还是一句话 您关注我做菜的时候才能找到我